就是time limit 如果是一個私人擁有的城市物業 它是可以租最高是99年 如果是一個農地 它最高是可以租51年的 那我在這裏 就講一個年份出來 就是 1997-99年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1898年 是吧 1996年 1996年 那時候 那在香港呢 就租了 給英國 所以租足99年之後 在1997年香港就回歸了 那為什麼是99年呢 就是因為 City 租 給 任何人 最長99年 任何國家是好人 沒錯 最長就是99年 那在這裏呢 除了99年之外呢 我們呢 學多一點東西 就是原來農地呢 農地的英文呢 我們就叫 adricultural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和 荷 t agricultural 和 荷t 荷t 其實都是這個意思 荷t 但是它也是cultural 那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是短了差不多一半 就是 51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地方呢 是有農作物生長出來的嘛 嗯 那有農作物生長出來呢 你租給它是有錢賺的 還有租金是便宜的嘛 那它就不要租一租租 租太長 就是這麼便宜的 壓到價錢低了 那這個呢 就是51年了 那這個呢 就 booker呢 就考的 但是agricultural 呢 就不考的 是啊 如果